再次,展开了,马比赛相当整齐,不过烈火的前世还慢一点,想要流行到后另外13号的好儿子,也是比较慢的,之前说另外一个基奈,跟着比较厚一点,在前面抢到领放,就是黄色彩衣,红色的儿子的神雕了, 隔离还在外侧,扣住将绳,内蓝是11号,比较金晶的,旁边有先君王,跟着比较前一点,有红色彩衣,是12号仗青,总是买版不错的,另外我们看到金银时代开始下边了,中间位置有烈火了,然后是大热门的马走热,另外后面一点,我们看到是吹哔哔哔的,现在有三匹马在冰假提取, 包括外侧有隔离还,总是不错,另外是神雕在追他,那两位就把他走入,好像没什么反应,在后面一点,我们看到有12号的这笔一张金,另外还有10号的超能宝宝,后面看到7号烈火,再继续8号的隔离还,隔离还有机会走错,隔离还,隔离还夺标,第二名是黄色彩衣,超能宝宝,内蓝有先君王,后面一点是7号的烈火,跟着13号的一张,好日子,好儿子,另外后面一点是神雕, 他现在走势一般,跟着亮晶晶,还有这个马走热,这非常失望,CPP也是走势比较差的,跟着我们看到后面的经营时代了 好了,8号隔离南台,爆了,60多块钱啊,可以累起了,很乱这场,原来我现在才知道,马走日是吸引火力的,还是他的马,哎呀,这个手法,瞒天过海,瞒天过海,真的,点一个烟雾弹,你看不到,旁边后面刹上来了,超能宝宝, 7号也算有点小冷啊,7号烈火,出闸山,可能是,就是想去留钱到我啊,17跟2